MING PAO TORON 大家好 我是Philip Nikon剛剛發佈了最新的全蝙蝠無反Z5 之前也拍了一段影片 我們上去Nikon介紹這款機 因為我聽到很多朋友說 Z6和Z5究竟我會選擇哪一款呢 這個Z5拍出來或拍出來的質素 今天這段影片就帶大家去看看 CPU Z6 Z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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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相信它的吸引力會更加大 始終如果你過一萬元的話 和Z6的距離差太少的話 我想大家偏向都會在Z6那邊 Z6的距離差太少 當然它的價錢是便宜一點 但是它會有雙卡的功能 這個對於一般之前用的單反 又或者對雙卡有要求的人士 可能它會選擇Z5 它的另一個缺點就是 它拍片又沒有Slow Motion 又沒有Full Film的拍片功能 即是它會是Cardium 7 但是一般來說已經是夠用的 當然你最追求更好的拍片功能 就是買Z6 如果大家是由單反或想買副機 即是無反做一個副機的話 其實Z5也是一個好選擇 又或者你剛剛是由APS-C上去Full Film的話 Z5也是一個好選擇 但是如果你是一些比較預算高一點 你想要高像素的 當然你買Z7 如果你是拍片向你當然選擇Z6 因為它有Pull S4的輸出 它亦有Full Film的拍片功能 又有Slow Motion 100格 28格 這個是Z6的優勢 它這部機器也算是改進了很多用家希望去改進Z機的功能 例如它的USB充電 插著USB充電 亦都可以利用USB給機身供電 可以插著USB-C的尿袋或者一些火牛來使用 這個是方便的 令到大家譬如萬一電池沒有電 亦都可以插著USB來使用 另外就是它新的這顆 AEL15C電 就是比之前的容量大了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這部Z5 如果有什麼想我試 又或者有什麼功能大家想看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嘗試去拍給大家看看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亦都可以like我的影片 share我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